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海上搜索合作方面 我们已经合作了439次 有近1万多名中外医学人员获救 此外 三方还将加强 船舶污染物排放控制合作 共同推进水域综合污染应急能力建设 共同推广船舶证书电子化运用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湾区的平台 进一步提升咱们澳门在这方面 自卫海市方面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人才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大湾区的航运业 要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人才必不可少 那么我们在库上的这个培训的经历 或者是人才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方面 我觉得也可以做更多 感谢您的信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